家家戶戶幾乎每天都要洗衣服 您的衣服洗乾淨了 不過您知道您的洗衣機到底裡面有多髒嗎 透過專家拆開之後 讓消費者來看看到底裡頭藏了哪些污垢 並且告訴大家如何來清洗 新年假期不到一個禮拜 大家都趕在年前大掃除 一般人都著重大環境整潔 以及表面上的灰塵 卻忽略了每天都要使用的洗衣機 有家業者專做道府服務 現場拆開讓消費者或是家庭主婦看得一清二楚 洗下來的無垢讓人頭皮發麻 一年至一年半清潔洗衣機內部 夠造勢嗎 是啊 對啊 這樣會比較乾淨一點 因為有現在小孩子比較多過敏性體質 所以過敏性體質的小朋友的家長 應該要更注意就是洗衣機內部 對啊 因為它是真的比媽媽要長 對啊 不是不髒是真的 因為 你們是沒 因為很多客人他們是沒洗沒看到 對 看到了以後真的讓你自己傻意 就算你每天泡也是一樣 拿起來一樣是髒的 不然有些家長也不知道 小朋友為什麼過敏一直找不到人 因為現在過敏很多東西都會引起過敏 啊最貼身的東西就是洗衣機啊 沒錯 對 剩下的東西都是吃的啊 用的 就是穿在身上的 這麼髒 你還敢穿 我不敢穿 因為我的孩子也是有過敏體質啊 所以 那個洗衣機那麼髒真的是太可怕了 對對對 其實自己在用也比較安心 比較安心齁 對啦 師傅建議一年至一年半清洗一次 但是 家中有過敏兒的家長 更要注意寶貝的身體狀況 才不會一直就醫看皮膚科 也找不到原因 消費者高小姐表示 看到清理下來的污垢直說 好可怕 師傅建議大家盡量使用 比較不會傷害到洗衣機內部構造 或是卡污垢 大家不妨可以請專家鑑定 家裡洗衣機讓身體過個好年 東台新聞燕南州的報導